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1977年6月 蔡天熙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市有名的博士之下 她的父亲蔡孝婉出生毕业后就随附学一 但因为之外读书 后来还是通过自学考入了杭州大学数学系 蔡孝婉的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中 出了五位博士一位硕士 而作为最小的一个孩子 蔡天熙也丝毫不属于哥哥们 蔡天熙四岁那年就被送到了瑞安实验小学 成了温州市最小的小学生 她年纪太小 只能吊着双腿坐在板凳上停课 父母心疼她 想让她等几年再上小学 蔡天熙却倔强地表示自己要读书 小学毕业后 蔡天熙直接进入成关中学读初二 1991年 14岁的她考入了设在苏州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预备班 要知道能到这个班级里念书的孩子几乎都是神通 1995年 蔡天熙提前一年从中科大毕业 先后收到了美国十八所名牌大学的博士陆续同志书 她最终选择了前往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 那一年她才18岁 在麻省理工工读数学博士学位的日子里 蔡天熙又对统计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于是决定申请哈佛大学的生物统计学专业 并于1995年年底被哈佛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录据 1999年6月 蔡天熙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2002年 博特26岁的她受聘于哈佛大学 成为了哈佛大学生物统计学专业里最年轻的副教授 之后她担任博士生导师 又在35岁时成了哈佛大学的政教授 革命烈士江姐被杀害前 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 希望她以后能报效祖国 长大获得彭云成绩优异 被公派着美国留学 然而 伺候的她却再未回国 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 当媒体问及此事 她的回答惹人争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